前面有官司缠身地 这会儿又有身陷吸毒门第 近日有网友微博晒出 多张杨坤疑似被警察带走的图片 并配文暗示 其似乎因吸毒被抓 继杨坤工作室否认此传闻之后 当事人杨坤也出来澄清了 昨天杨坤通过微博上传吃火锅的视频 并写道 杨大爷吃杨大爷 自己正和朋友聚会中 丝毫未受传闻影响 经证实 爆料网友所发的照片 是为杨坤回家乡活动时安排的安保人员 这深圳不怕影子鞋呀 难怪坤哥还有闲情去涮火锅嘞 又可选一乐 坤哥给我也来盘肉呗 整理报道 前面有官司缠身地 这会儿又有身陷吸毒门第 近日有网友微博晒出 多张杨坤疑似被警察带走的图片 并配文暗示 其似乎因吸毒被抓 其杨坤工作室否认此传闻之后 当事人杨坤也出来澄清了 昨天杨坤通过微博上传吃火锅的视频 并写道 杨大爷吃杨大爷 自己正和朋友聚会中 丝毫未受传闻影响 经证实 爆料网友所发的照片 是为杨坤回家乡活动时安排的安保人员 这深圳不怕影子鞋呀 难怪坤哥还有闲情去涮火锅嘞 又可选一乐 坤哥给我也来盘肉呗 整理报道